wet 歡迎回antly prendわばば 今天來到兩位女批短主 美校女批短主 是的 是誰呢 我們先看一下第一位置卡介紹 月希 視況主的女生 我這個會動是不是 我以為是照片 我以為是照片耶 不好意思 月月希 年齡是甘尼P4 職業是主持人 也是遊戲主播 打的遊戲非常多 而且他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下廚 會煮飯 我以為你要講他的那個 藏書是打麻將 打麻將的人都會下廚 就是人人都會啊 是 另外一位實況主是誰呢 我們來看一下字卡介紹 好 歡迎哥哥 歡迎哥哥九芯 歡迎 Ruby我被哥哥尾帽唸一下 好 哥哥九芯喜歡用 歡笑歡樂的溫暖大家 用最滾燙的情緒讓你不寂寞 我有著奇怪的嗓音 喜歡做奇怪的事情 都有觀眾開心 嘿 歡迎 歡迎 兩位可以都各自幫我們 就是在那個小帥哥的鏡頭前面 各自打招呼一下 月希先好了 好安 你比較暗子是不是 平常就這樣嘛 我們希望不會跟觀眾 廢話太多 也是啦 OK 那個可可 哈囉 大家好 你今天感冒對不對 對他今天感冒 然後我有說 就如果有人嗆他的聲音的話 我一個一個拖出來打 哈哈 從聊天室拉出來 我跟你講 不會不會有人嗆你的聲音 我們一起陪他這樣子 可是家綺其實很可愛啊 他說 像老奶奶 他說他是慈祥的老奶奶 為什麼 慈祥的老奶奶 因為他有點沙啞 他有點沙啞 你要不要喝熱水 給我啊 請外地幫你倒一杯熱水 今天是唯一可以講話的一天 昨天這完全是啞巴模式 你是出國回來被傳染是不是 我不知道耶 就出檢疫局的時候就嗶嗶嗶嗶嗶 然後我就被拖過去了 不是 前流感 欸超恐怖 而且那個人好像還有配槍吧 幫我拉過來 直接往外面啊 他就拿一個 但是他就這樣從我頭上逼 你這個溫度有點高 回去給我好好注意一下身體 然後我就被放回來 哦那還蠻好帶放你走 對對對 然後就後來就變這樣子了 就變吃香的老奶奶 因為我禮拜 是遇到你的時候 你還很正常耶 我那天是最後一天發生的 再也沒聲音了 這你有看醫生嗎 有有有 那醫生說什麼一般的感冒 流感而已 欸流感很嚴重 流感還要而已 還好還這麼嚴重吧 還能控制的流感 你說流感不能而已吧 流感是要隔離的 流感是要隔離的好嗎 你現在是要帶病菌穿單 你是感冒還是隔離 你是覺得傳給我們你就會好嗎 沒有沒有 他就是說 比較嚴重的感冒 他有給我吃流感藥 可是他又沒有說是流感 比較嚴重的感冒 因為他沒有說要隔離 一般的話我就隔離了 對啊 幸好應該是感冒啦 應該是一般感冒 他超敬業 我一開始聽到他的聲音 我想要灑爆炎 想說你這個聲音 你這樣子來錄影 這樣可以嗎 他說可是就已經跟 那製作單位答應了 超敬業 超早的倒坐在那邊 沒關係你就下次 你就往後演一個禮拜就還好 我們還是會 對啊 你看我跟他雖然說我已經固定班底 我只不過拉個肚子 我也不想來 是吧 你是分身心跳的 類似的 類似的 我不想啦 為什麼 為什麼 一直要把自己做死 我都不懂 我一直要把自己做死 不明其妙 挖坑跳 好啦 那我們還是要訪問一下 因為呢 還是有很多人 部分的人 可能不認識月曦 或者是可可酒精對不對 那我們來問一下 月曦跟可可 你們兩個各開實況多久了 我現在開一年多一點點 一年多一點點 那算很很 算很新的實況主嗎 算完新 新妹啦 新妹啦 是是是 那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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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的感覺給我很像那種 已經開了四五年那種感覺 不是你說 新妹那妹 你還這樣 那妹那妹那妹 我來 我今天來的時候 然後那個 他們還要這樣子做 我可以摸你的那個球嗎 是不是 你剛剛 那妹才有 你剛剛的動作不太對 你剛剛的動作是這樣嗎 我們是這樣 你是這樣好嗎 等一下 這樣也沒有比較好 沒有 就通常不是對嫩妹 才會有這種舉動嗎 就老妹就不會想要這樣子調戲 我是對那顆球啦 你知道什麼 突然有點受傷 你是對那顆球 突然受傷 那可可咧 開多久 所以你還比那個月曦還精 還要老 前輩 前輩 請多指教 還好酷的 酒養大鳴 酒養大鳴 有必要這樣攻守嗎 我們是來復古趴 我們是等下三國時代開直播了 對 各位大小 我先約一下可可 因為兩年多 你當初怎麼進實況的 進實況啊 就我同學在開 我覺得很帥 可以玩遊戲給別人看 我覺得很有趣 然後我就去了解了 你同學現在還是實況主 沒有 他出國了 對啊 可惜了 然後那月曦咧 你說是怎麼開實況的嗎 對啊 怎麼進入實況界 說一年有這麼難學嗎 前幾秒是 前幾秒是 我都進不太進來了 也是朋友引見嗎 還是 好像是跟 一開始是跟朋友一起 然後後來自己開 就是跟那個 因為我原本就 蠻喜歡玩遊戲的 然後他就說 我這裡有一個工作好厲害 不是工作啦 就有一個 開實況這件事情 對 然後就接觸到 然後跟那個 之前的工作也有關係 我都有在主持遊戲什麼的 然後開實況 然後就有一點那種加分 有沒有 景上添花 就是讓更多觀眾認識 對 漂亮 你真的超man的 你真的超man的 而且你的講話帶著一股 漢盒的氣味 對 都有rap的氣氛 而且你的身體都會這樣 沒有 我想說 就是大家也蠻 讓氣氛樂弱一點 他想說炒熱氣氛 不然我們就好好的訪問 那我們就不要這樣講話 我們就直接這樣子講話 可不可以 我們就這樣子好好的訪問 沒有 沒有 我們要融合到觀眾 OK 沒關係 沒有關係 我們就這樣子開始訪問 OK 現在很尷尬 不然我們先來個溺水瓶好了 溺水瓶 溺水瓶 有看過 怎麼樣 要怎麼樣 你們有看過溺水瓶嗎 卡子牙溺水瓶 因為卡子牙是職業甩腳選手 那職業甩腳裡面有一招技能叫做溺水瓶 因為甩腳是靜止用拳頭打 你說那個嗎 對 就是抓進去 這個是溺水瓶 你說打那個這邊的 不是 不是 溺水瓶手道是打胸口 你說的那個是讓人家暈倒 那個是那個天山的那個 那是那個 煙水瓶 煙水瓶是用踢的 是喔 十字固定 滴滴滴滴滴滴滴 你有很好欸 炸彈摔炸彈摔 你知道你現在一直講 然後那邊有人冷 他就一直流你知道嗎 他不敢進來了 武藤進斯迷嗎 因為今天只要觀眾抖內 然後就可以達到溺水瓶 喔真的喔 所以是可以打威力嗎 他已經被打兩次了 喔 那個聊天室的觀眾 要給你們了 對 好想要溺水瓶一下 好想溺水瓶 我們已經有達標了 我們有扣打了 我們還剩下多少 剩下800塊是不是 抖內挑戰3000了 我算800塊就達到我們今天的標 剛剛有一個那個 阿竹叔叔說 可可粉 可可粉 他說可可辛苦了 那你想要叫阿竹叔叔 就是溺水瓶嗎 都可以 你們決定 欸 那你要不要進來 200塊的 200塊的比較輕 先讓他們看看 什麼叫溺水瓶 是有一個金額可以溺水瓶 就是我們有輕中重這樣 喔有輕中重數這樣 剛剛我們本來是 是中 然後你抖1000塊的話 就是直接讓他死這樣 欸如果有人抖 如果有人抖8萬怎麼辦 8萬 可以直接十字固定 沒有8萬我們就直接洗 但我們先去慶祝 500塊就十字固定了 只要我拍要離職 你欸 身體快一點 喔你的肚子真的蠻油的 等一下 那是輕的 200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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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搖滾區的概念 對對對搖滾 可是這個很輕微的 不要閉氣喔 好好好 哇 我怎麼覺得這下比較痛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他自己說的 他自己說的阿 所以他是M 他說如果今天抖1000塊 他就讓大家看十字固定 好M喔 天啊 M好不好 1993到2017 Rest in peace 欸你會痛嗎 現在已經三下了 所以第三下 這樣後面就沒有這麼 痛了 你已經磨掉了是不是 阿你去照 你有去照鏡子有紅紅嗎 這超紅的 真的假的 好啊 我看我看 我看 會OK喔 我以為他做效果耶 換別的啦 換別的 好酷喔 他這個其實是還好 因為我看他 他那個是皮肉一個禮拜的小孩 他要是裡面淤血 他是那種一條有掌印那一種 就這種字還好 好好好紅耶 男人真的有 剛剛要不要講一下 這是現場看的感覺 很震撼耶 他是有一個紅的在那 我以為在做效果耶 沒有 真的沒有啊 他剛剛還那個嘴角微微流血 沒有 那個叫內傷 那個就已經內傷了 如果這樣子的話 威力最終完就辭職了 他怎樣 你剛剛用幾層力 我剛剛三三 應該三不到四 真的假的啦 很大力耶 我剛剛連扭腰都沒有啊 你之前不是有跟你講 我要扭腰 他直接打一次威力 是就是使盡他的力量 然後我們現場 威力一個可血是不是 我忘記要主持了 因為真的我嚇到了 就現場一陣急進這樣 威力就很近的走出去 你就知道多尷尬 因為那個那一件事 他第一次跟我講說 要在節目上溺水瓶 我根本沒有想過 要幫他溺水瓶手套 他說那就溺水瓶一次給大家看 而且還是潔淨說 真的要溺嗎 好啦溺啦 然後溺下去之後 他一瞬間 然後這邊所有人 啊 然後威力就這樣 然後我們也講不出什麼話 因為真的太尷尬 因為我們沒有想到 因為我們第一次看 沒有想到什麼這麼恐怖 這樣子 真的很驚人耶 很驚人很正派 等一下滿三千 威力真的完蛋 他真的是超M的那一種 他已經被一次這樣過 他長的那樣還不夠M嗎 對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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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討論 我以為有關係 沒有 然後之前那個月希跟那個Sandy 是因為假假屋認識 喔對 我們是那時候才認識的 我們見面好朋友 是吧 知道我一直都知道你們啊 但是真的見到面的是那時候 對 所以假假屋 你之前有來過麥卡貝嗎 對 是假假屋之後你們才見面嗎 假假屋之後 就來然後一直都沒有遇到Sandy啊 喔 喔 對對對 我只記得 欸 他來麥卡貝那兩次已經假假屋之後 我們已經認識了 在之前我就沒有看過他 對對對 就是我不是會遇到Sandy的節目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就很早之前麥卡貝 真的超早期的耶 對啊 有到兩三年前 他很早就來 他很是來是來跟你一群朋友來打 是來是來跟你一群朋友來打 呃 好像只有一個沒有一群啦 那時候是跟 呃那時候的LOW的選手 有一個選手 然後一起來 然後一起來玩這樣 那很久了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好久了 然後你們後來就變好朋友了 那時候還不認識啊 那時候你已經在假假屋後還很久 我說假假屋之後 對啊 就認識了 嗯還蠻好的 對啊 對啊 因為你們兩個個性應該都算蠻Man的吧 呃 怎麼會呢 人家 考驗 考驗 他真的跟外遊非常的有 有反差蒙 反差蒙 這是誇獎嗎 反差蒙 反差蒙是誇獎嗎 你就直接跟觀眾直接 就是直接講說 他就是二戰時候的同體 講就好了 反差蒙是誇獎啊 對啊 我不知道欸 是吧 反差蒙啊 Sandy也有反差蒙 結果他的腿很開 然後衛可龍 我第一次看到他我真的傻眼 他就是那時候他因為就我第一次見面 然後我想說這女生長得也太真了吧 然後他就好好的坐在沙發上面 然後突然不知道他又在等 然後無聊什麼 他就這樣子 然後那邊玩手也要 他就這樣 你在 真的很像 很像他會做的事情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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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時候我們還沒有開 就還在等 然後他在等我們 可能就是在想說 要不要先剖個紋啊 什麼之類的 就說做一個舒適的姿勢 然後他就這樣 他有像狗咳 狗咳 狗咳 老人咳 這種畫面就是他在交冰棱 都不會覺得 不會覺得 不會覺得 因為我們休息室一個門 然後每次Sandy 都會習慣坐在門的前面 所以他就會 就是很像這邊是門 然後Sandy進來 你就會看到一個背影這樣 然後就看到一個 那個小燕 你帶我的那個椅子旁邊 你就追雞蛋好了 你先跳一下追雞蛋而已 然後你就看到一個人這樣喔 滑手機 就這樣 好醜喔 然後我就 我就 拍他的肩膀說 好醜喔 Sandy那個腳合起來 好醜喔 好忘記的 這個超誇張的 好醜喔 就是他的舒適的姿勢 而且我必須講 我在第一次上節目的時候 第一次上節目的時候 第一次上節目的時候 那時候是來賓 然後那時候就是傑琳就跟我講說 欸這卡子亞是配音的人 之類的 然後我就看到就是Sandy就說 欸我有看你的配音喔 然後結果傑琳就說 那你腳可以比起來一點嗎 不是我腳啦 不是他嗎 因為他就對你的動作 還有你的老兵殼 就是記憶很大 至少在殼殼面前 沒有這樣子吧 嗯 因為你們師弟以下 之前有合作過嗎 所以師娘子拍影片 對 對 一開始 因為他有時候在節目上面 這樣子嘛 然後他說Sandy很誇張 一定是節目效果 然後後來有幾次 就是師弟以下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他就 然後就想說 哇師弟真的是一個很正的人 我也可以跟他作證 你那個是Ga到的啊 真的 他真的這樣 那是Ga到的啊 為什麼 我們今天來訪問來賓 全部都在報生你的料 全部都在報生你的料 你知道為什麼 你們講的節目是不是收斂很多了 現在 對 好像還蠻值得驕傲 啊到底是怎麼講的 好 好啦 好啦 我是少女 好啦那個 那個 再講一下耶穌說 威力這麼少的生日快樂 逆把兩百塊 還有一個阿秋 可可是最棒最可愛的 五百塊 欸 欸 答標了嗎 要答了吧 這差一點 剩一百塊答標 可可粉好猛喔 真的 真的 可可以後可以每一集都來 然後我們就三個小時都一狂逆手 逆手 逆手你咖啊 你以為 觀眾以為是什麼GIF黨 就一直這樣子 我們剛剛已經有講過了 我們剛剛已經有講過了 威力他今天因為他自己立了那個時期 他等一下就像那個 空八空空那個驚人 他就直接把全身騎人 他就直接站在這邊有沒有 對不對 在那邊然後就 欸動力驚人進來了 空八空空鬆一下 然後就啪 好方便喔 真的很方便 好啦我們回到他們身上來好不好 剛剛好像不是我們離開他們身上 好問一下可可好 可可 雖然說 因為有時候我們常常在平台上面看到你 比較多是在Twitch的節目對不對 嗯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就是你的直播節目上啊 有什麼哪個固定節目可以跟大家分享 像禮拜四 因為我現在有在用YouTube 可是像禮拜四 我們會有那個 傑林上次來參加那個節目 就是做菜的 做菜的 我就覺得很有趣 嗯 然後就是會創造出很多奇蹟 嗯 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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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蹟的不得了 真的是金雞獨立啊 那天呢我們就 因為我很久之前跟可可就合作過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真的一次一起煮菜 然後那一次呢 可可就是我們的主要的題目是用泡麵做創意料理 然後可可那天他的創意程度已經就嚇到我了 傻爆眼那一周 真的 真的我就想說哇可可你可以想出這個東西 你也是很屌這樣子 是做什麼 你跟大家介紹一下你做什麼 你用泡麵做什麼 泡麵烘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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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弄 就是把泡麵跟蛋做為一個結合 然後烘出來它就變泡麵烘蛋 所以那個湯匙撈到就會有很多麵絲這樣子 會有蛋啊然後有起司 然後就很好吃很好吃 喔重點還是很好 重點是很好吃 重點是很好吃 我不好說 哈哈哈哈 他這麼急說是不是 董內金額達標會像歐貝克說補好補滿 謝謝歐貝克 恭喜大家 好我們繼續聊一下可可思 然後後來第二次我又去 然後這次我們有一個很大的來賓 然後叫做那個 法比歐 對法比歐 就是守護你 守護你 永恆的愛 永恆的愛 他就當大來賓 然後那天我們主題是因為草莓當季 我們就用草莓做食材這樣 然後那天我就很緊張 因為我想說大來賓來了 然後他又是廚師 一定要在人家面前表現好 我就做了一道甜點這樣 可可超屌 他屌到就是法比歐直接說 你是認真的嗎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酥炸少女兄 他的名字 酥炸少女兄 炸草莓 外面裹麵衣嗎 對 炸草莓 這會創造一種就是很棒的口感 因為有時候油炸的怕太油 然後加草莓就可以中和一下 好吃嗎 好吃 還有什麼 等一下 還有什麼好吃 然後他會放棄 其實因為大家想要覺得 實況主是很浮誇的 因為我們會有節目效果 我們覺得不好吃什麼 那天法比歐 他不好意思在大家面前吐出來 他就說真的好難吃 哈哈哈哈哈哈 他很酷 他的創意 可是他弄得很漂亮 他弄得很像那個 那個蝦球 鳳梨蝦球 因為他就裹粉嘛 然後他還硬要用高麗菜放在下面 對 還有巧克力醬 對然後巧克力灑在上面 然後再塗巧克力醬 我們大家其實還滿尷尬 因為一定要吃 因為我們要平分 然後你知道當我吃下草莓那一刻 我心想說我人到底在哪裡 因為那個草莓是兇 是熱的 對 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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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像茄子 最勾勾是不是 很像茄子 但是是甜的 然後又裹了一層粉 然後因為那個油耗味很重 所以整個場面都是油耗味 而且還有巧克力醬 就算連高麗菜都是直接生吃 其實高麗菜不能吃 但是法比歐一直叫我們吃 你知道嗎 聽嘗到 因為他自己吃 他就覺得不行 你們也要跟我一起吃 那高麗菜不能吃 他就好吃 我也以為他可以吃 不行啊 那個不好啦 你的節目 如果沒弄好 就公然謀殺 結果後面要懲罰 懲罰就是大家加一道料 結果最後懲罰的東西比我做的好吃 他們加了冰淇淋跟米花糖 那等於說你們所有人都已經被懲罰完一輪了 對不對 因為懲罰就是要把大家公認最難吃的東西 當作懲罰的東西 然後每個人都要加一個東西 比如加醬油加什麼的 黑暗鍋 然後加完之後 因為那天是草莓嘛 然後就譬如說我們有食材是冰淇淋啊 然後有什麼就全部加在一起 就變到很好吃 就反而還變好吃 變一個小甜點這樣 對對對 還不錯喔 而且他很酷喔 你看他就是可可就很可愛的女生啊 我第一次看到拿菜到的時候我會嚇死 你有看到他煮菜嗎 沒有 就一般的切菜這樣 不是一般的切好不好 然後他這樣 撐到火雞啊 菁姐就撐到火雞啊 對 然後那天他就切高麗菜 他會 然後想說 你可以不要這樣嗎 好恐怖喔 菁姐上身了 而且我還跟他說 我還說 拔皮喔 讓開好危險喔 我相信你就是那種 日本那種搞笑節目 會剁那個東西剁到一半 然後菜刀往後飛 然後繼續剁的那種人 沒有很冷的在剁 因為小時候很愛看小當家 小當家切太多 咻咻咻咻咻咻咻 然後我都會拿那個菜在練習 所以我都會想辦法切很快 你看湯姆克魯斯 是從101跳下去 你會從101跳下去嗎 我覺得湯姆克魯斯沒興趣 他對特級廚師比較好 就是可可也是有點反差猛 因為他就長得很可愛 可是他做出來的東西實在太好笑 他超猛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在那個聊天的時候 反正就不知道哪一個橋段聊到 然後他反差猛這件事情 你知道他原本的夢想是要幹嘛嗎 沒有 根本是開挖土雞吧 他猜那個豹文 他說很難想像我喜歡豹文 他說我以前夢想是當Rocker 真的假的 然後穿黑皮騎重機 我覺得很奇怪 他說重點是 他不會騎 就是Rocker通常 比較能聯想的是就是騎重機 然後他不會騎重機 然後他說那你會音樂嗎 什麼 他說他完全不會 我說那你是要Rock去哪裡 我學過古針 然後就寫了一個 可是古針 好痛不Rocker 我們現在給你一個時間 你現在用古針的動作 然後很Rocker 對啊很Rocker 來Rock一下好不好 古針 古針要這樣子的手 要一直這樣子轉 那你要Rocker 你要Rocker Rocker Rocker 我不知道 我沒Rock成功了 就是彈的時候一直搖頭 他就沒Rock 對 對 對 這樣子正常吧 超好笑的 他很可愛 他那天我遇到他 然後他剛出國回來 然後就去上班 然後他就 頭上就綁那一串一串的辮子 然後辮子上面就有用紅色邊條這樣 然後他也是穿著那個豹紋外套 長的豹紋外套 然後裡面是不是有穿絲襪 他好熱衷 穿絲襪 然後穿黑色的有點懷 短靴 然後就很像太妹你知道嗎 然後就說 我就說 你今天看起來不像你喔 很像壞妹 這樣子 然後就說 就壞壞的女生嘛 他說 因為從國愛回來就變這樣 然後想說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回答他 你去哪 你去哪裡 你去哪 你去哪 對要變壞一點 才會惹人愛 是這樣嗎 沒有吧 因為有點個性啊 你已經蠻有個性的 他剛剛想要撩火髮的 你剛剛想要撩火髮 而且還撩到一半卡住 卡住 髮子不好看 卡住 他剛剛卡到一半卡住 有點難說 超好笑的 好 我來問一下 他們兩個怎麼會變好朋友 因為 我拯救了他的人生 對他救了我 什麼意思啊 他就有一次 這可以說嗎 我不知道耶 可是好像全世界都知道 反正他就是有一次在那個 twitch after party 你說喝酒 他就喝醉了 然後他就 反正我就是把他扛回家 然後幫他處理一切 對然後他就在路上 在滷小小幹嘛的 然後我超有耐心 我覺得我很像在就是 照顧一個 他最善良的女生 你不是已經醉死了 你還可以滷喔 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在滷啊 就是喝太醉 已經沒有那個 意識 對阿 經驗坦 沒有我喝醉都是睡覺 對 他這樣超白目的 就是我們就覺得想 通常看到這個樣子的女生 應該是喝醉 可能就倒了睡覺 什麼沒用 然後他就來騙我 他就說他就蹲在那邊 我說因為我們要把他移開在路上 他就怕有車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說 那個可可我們可能要移動你一下 什麼之類的 這樣很危險 他說好那我在這邊 你不要碰我 我等一下就會清醒了 在那邊不動 我說那我等一下 我自己會移到那邊去 然後我們就說 好那你等一下要移動喔 然後我就幫他搜東西 東西很多 然後他就爬走耶 他不知道要去哪 他要逃走 他要逃走 我不知道去哪 我覺得很丟臉 可是其實沒印象 你說 可是我知道如果 我覺得我喝醉很丟臉 因為我沒喝醉過 可是你這樣爬也是蠻慢的 應該用跑的吧 因為他沒有行為能力了 他就已經醉到沒有行為能力 然後他就要爬走 他就騙人 他就說我等一下就過去 然後又爬走 不知道在幹嘛 好像3歲小朋友 然後說謊被抓包的感覺 好好笑爬走耶 好可憐 我真的沒看過耶 你怎麼會醉成那樣子 誰灌你酒啊 這應該就不能說了 是三個字 三個字 然後大什麼 對 然後第二個字 第二個字 第三個字 第三個字 我現在是在玩比手抱腳 大麥克 對 大麥克 對啊 我會猜喔 OK啦 因為我們好像大家也都知道是誰啊 對對對 可是這下次不要喝那麼醉很危險 幸好也是跟大家都很相信的朋友 不然真的很危險 我真的沒想到會這樣 我覺得大家不要亂喝酒好恐怖 等一下我先問一下 其實是你喝了酒的問題 還是其實你的東西被嚇東西了 應該沒有 沒有 我這樣講到就 他那個大麥克 他也要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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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吉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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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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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發財 還有一個 謝謝阿傑 付五百元 五百元的 謝謝 我們已經超酷 快超過一千塊 已經超酷了好不好 還有九九五十元 威力甚至快樂 他想要看十字固定 他想要看十字固定 真的假的 然後 R100 支持月曦 威力安心去吧 支持月曦跟威力安心去吧 是 同一個 這邏輯 這怎麼聽起來好像一件事情 鬥號 總聽起來好像一件事情 OK 那威力完蛋了 他完蛋 他就是今天要被膩到完蛋了 他今天自己立十旗 我們都還沒有 換威力爬得出去 等一下十字固定 我們上次有看過對不對 沒有 上次沒有耗到十字固定 你會用那一招嗎 你會用那一招嗎 那個 那一招叫什麼 Chicken Win 就是有一個 這招是進 把狗子彎到後面去 這招是進招 會被毒秒 蛤 什麼啊 叫往後彎 對 那個招叫Chicken Win 可是Chicken Win不是進招 是嗎 他會被毒秒耶 沒有 毒秒是他可能碰到神索 真的嗎 我們職業摔角裡面 只要你碰到神索 不管什麼動作 你都必須停下來 他會毒秒 因為那是求救的意思嗎 不是 他只要碰到那邊就是 他算是一個範圍 如果你讓他爬到那個地方 他碰到神 你不管做什麼 你就要打擊器 摔劑 因為現在的意思應該不是毒秒 就是因為 你被折到忍受不住 你會拍對方 然後就投降 對 然後裁判會一直問你說 你要不要投降 你要不要投降 他不是在毒秒 他會在上面問你說 Give up Say something Give up 因為有些人會被鎖刀混過去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BBV月希粉250 湊4000 剛剛月希說的都來一次 月希剛剛講超多的 你是摔角迷 你是摔角迷嗎 他在講什麼略懂 你連武神靜思都知道 武神靜思那個時代誰不知道啊 你問他們兩位 你問他們兩位好嗎 我在看少女漫畫 你先 欸恩打RUOS 不知道 這個我們知道 你問他們 我們會知道嗎 真的假的 你不知道嗎 我們會知道 我們這個 哪個人一定會知道啊 我們都會知道 可是小帥哥就比較年輕 他就不知道 人家是女生 我真的不知道耶 人家是女生 人家是女生 看自己頻道長大才會 你們兩個同學慢慢也太好笑了吧 而且他們說我是女生的時候 我心想說到底要什麼時候 要結束這話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問一下 因為就是想要問兩位 因為已經一個實況兩年多 一個實況一年多 那分分其實都有 各自都曾經有主持過節目嘛 對啊想問說 對 因為其實很多人還是覺得說 實況好像不是一個最終的目標 就是你們覺得實況主 是你們想要繼續做下去的嗎 還是只是你的興趣 我先嗎 你先 我目前應該會繼續做下去 我沒有 我其實不算是專職實況啦 就還有 其他的工作 對 像剛剛講的就有主持或是幹嘛 什麼其他之類的 而且我這個 年紀也不太小了 感覺應該也沒辦法再生幾年了 可以 我跟你講現在社會已經變了 真的嗎 以前大家都覺得年紀比較小啊 怎麼樣漂亮的 就是比較新鮮 但是現在你有發現很多人都是看實力的 對 你看捷琳能在這個業界撐這麼久 我一定會 其實不用把他放進去 為什麼都還要入捷琳 其實要入捷琳 沒關係 我太誇獎你了 真的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很多 比如說 我沒有說要得罪誰 但是很多人真的紅太快了 就瞬間就消失了 留下來的永遠都是有東西 有作品的 所以我覺得這根本就不用擔心 對啊 就是真的 希望啊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全職真的蠻開心 因為就認識很多 我可能這輩子完全不會認識到 原本啦 然後因為就是有踏進實況圈 然後就認識了大家 對啊 所以我還是希望 是希望可以越久越好啊 但是就是 走路順其自然 走路順其自然 對對對 那可可呢 就多元發展 就多去嘗試 多做一些創意料理 多做一些創意料理 就是因為不知道哪一個才是自己 就是因為我很保守 所以我會想多嘗試 YouTube的事 Twitch的事 所以這樣貪心不是好下場 貪心會讓你沒辦法 就是阻力在一個地方 就沒辦法兇裕 就是兇裕 對 可是問題我還是會多嘗試 想說 反正人生就有一次嘛 你不趁現在多嘗試 你未來也不一定有機會能嘗試 我看到聖光啊 好欠世喔 今天現在網路要多嘗試 也是蠻容易的 有些像YouTube放影片 然後Twitch 你可以自己 有那個影片出來之後 再剪一剪放到YouTube都可以 然後像你也可以開自己的新節目 再自己Twitch頻道 所以我覺得多嘗試也是蠻不錯的 你現在的狀況來講 多嘗試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承受啦 最重要的是堅持啦 很多的做到一半 沒有他想像中的成績 他就會放棄了 所以我覺得堅持很重要 對啊 好像熬過那個痛苦期 很爛 這個節目太優質了吧 這麼勸勢 我們爆金鐘喔 你們其家要爆金鐘喔 這汽水瓶好像沒辦法爆金鐘 可以啦 可以啦 拜託 以後都那個副標題 就Don't try this at home 對啦 金鐘就可以上了 我還可以直接幫你配音 Please don't try this at home 人家以為西南從後面出來 剛剛已經有人說 你不要叫樂器人 你就直接叫江西南 講西南 講西南 出場要這樣是不是 出場 出場要這樣 好 那反正溺水瓶還有欠 但是我們先讓威力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對他需要休息一下 最後我們再來 要看一下一次溺碗還是怎麼樣 好 OK 因為我們還是很怕少了一個小編 我們怕下禮拜節目期花壞的 人力緊缺 對 然後那個導播姐不好意思 就是第一派有一個我們HBL高中籃球聯賽總決賽鎖票 想要補一下 可以現在幫我上一下資訊嗎 因為我們麥卡貝要讓你帶著好友去現場了 決賽時間是3月4號到3月5號的中午12點到晚上8點 決賽地點是在台北小區蛋體育館 那你要怎麼獲得這個門票呢 只要在你的Facebook中 然後呢 不是 對不起 是我們的Facebook的活動貼文留言 標記一位朋友 沒有朋友就創小號 是 然後寫出 自己tack自己 對自己tack自己 寫出你最想幫哪隊加油 然後為什麼 那活動截止 我們就會在麥卡貝的粉絲團 抽出10個幸運的觀眾 每個人送兩張票 然後送你去看HBL的現場 這真的很嗨 我有去看過現場的 很嗨 很嗨 很熱血 以台灣運動員來講 我覺得台灣運動員真的很需要大家支持 對 因為台灣其實對於運動員的環境 其實沒有到很好 對 但是大家只要是運動員都很努力在做 他們自己喜歡的事情 HBL真的是蠻青春熱血的 縮影都在裡面 然後八強對戰其實會蠻好看的 八強現在 已經到了八強了 大家喜歡的話 等一下看一下我們麥卡貝的資訊 然後去鎖票囉 休息20分鐘 等一下我們真的要玩遊戲啦 馬上回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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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